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相信非常多喜爱漫威宇宙的粉丝朋友们 对于星红女巫一定不陌生吧 这一个出现在复仇者联盟第二季电影里面的复仇者联盟成员 这两年在漫威宇宙有着非常多的粉丝 在复仇者联盟第四季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输出 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角色在整个漫威宇宙里面 都是比较受到大家喜爱的一个角色 而这一个角色的饰演者长相也是非常的美丽 在最开始凭借着颜值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喜爱 而在复仇者联盟第四季播放完之后 飞红女巫旺达也有了自己的独立电视剧 而这一部电视剧在最近仅开播两集在豆瓣上的评分 就已经高达9.1分 这足以看得出来 这一部电视剧有多么的优秀了 而在这两集电视剧里面有非常多的网友 就已经发现了很多细节 不知道这些小细节你发现了吗 在复仇者联盟第二季作为从小到大被培养的一个拥有天赋一顶的女生 她和哥哥快银从小就被培养 并且在复仇者联盟第二季被拉出来 在这一部电影的后半节她们也成功地看清了世界的真相并且加入了复仇者联盟 但是在复仇者联盟第二季的电影里面我们却看到了飞红女巫的哥哥为救民众而丧失了生命 很多的网友表示这样的结局对于飞红女巫来说真的有一些太残忍了 而在复仇者联盟第三季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她和钢铁侠所研制出来的机器人幻是有了感情 并且在第三季以及第四季的电影里面 两个人的感情线非常的受到大家关注 但是在第三季里面我们却看到了不好的结局 幻是因为拥有灵魂宝石而被灭霸抢走了生命 在第四季里面幻是也再没有出现过 在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播放完之后 很多的网友表示想要看一下飞红女巫旺达和幻是之前的感情戏 随后漫威公司也正式宣布两个人的独立电视剧正在拍摄中 而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我们也足以看到了漫威电影公司的诚意 从最开始幻是和旺达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 黑白的90年代风格 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有多么的美满 日历上标注的日期8月23日 让夫妻两个人感觉到非常的疑惑 其实如果按照日期推算的话 8月23日星期三是2023年 这是复仇者联盟之后的时间线 这一时间断的患事 早已因为灭霸抢夺了宝石而丧失生命 这也足以暗示了旺达可能因为过于悲痛而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利用自身能力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世界 而这一个电视剧里面出现的手表 也印有他之前培养着九头蛇首领的九头蛇标记 除此之外 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出现的闹钟里面 映着斯塔克工业的名字 而最开始快银和飞红女巫如此敌视复仇者联盟 正是因为钢铁侠旗下制造的工业武器 伤害了两人的家庭成员 这可能暗示着旺达对于自己家人非常悲痛的回忆 从这些点来看 足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漫威公司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小细节了 期待着这一部电视剧在接下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